大家好,我是Ted 今天啊,带来是种族荣耀对抗赛的一场团体赛 在之前一场比赛的话 FORV是西败给了飞飞 然后这一把的话是双方的一个队长出来较量 其实呢,为什么要我打 因为当时我就觉得吧 人家都派出队长了 其实上咱们不能输出 所以这一把的话我就主动请赢 是吧,上场代表UD跟飞飞来一个决一史战 这里的话在开场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聊天记录里面 HAPPY是直接写了一个99.95% 我要Tower Rush 然后Zin直接在后面跟了一句 91.96% 其实在090那个年代的时候 我是特别喜欢用一个Tower Rush的一个战术 去打一个兽族 不管我是一本力气带农民去打 还是二本DK力气去打 反正横数就是围绕各种塔去打一下兽族的 其实当时我是那么想的 人族都可以二本塔一个兽族 凭什么占余地不行 所以说我当时对于二本塔的一个细节研究的话 是研究了非常非常多的 这一把的话 飞飞是直接首发的一个剑胜来打 其实说到底的话 为什么很多朋友就是说 为什么你不选TR什么地图来打飞飞他们呢 其实我想说TR谁不想选是吧 你们都知道我叫龟岛小王子 这不选TR对不起自己 不过种族如药对他他是这样的 就是说输家可以选图 但是呢 赢的那一方可以去两张图 所以说剩下的一些图的话 像TS啊EI啊 TM MOA这些图的话 我觉得都不是很好打 于是呢 我真的是斟酌在三 还是觉得EI是稍微好打一点的 其实在当年打比赛的时候 我记得我TM打飞飞 几乎胜率都倒不了20% 所以说跟飞飞打EI的话 有的时候运气好是吧 前期零到三级 来一个二本塔 还有可能把它打下来 再的话说一下 淘宝那个一些事情吧 其实我觉得说到淘宝的话 很多朋友就说 艾特你这个老远淘宝店打广告 到底什么鬼吗 其实有的时候吧 打淘宝店广告 只是为了锻炼自己的一个口才 其实在这里的话 还是很感谢那么多年 支持我淘宝店的一个同学 你说我都开了两年 那个淘宝店了 你们是不停的来支持我 然后让我一个平白无故的 一个老百姓小店 从最早的一颗红心 到现在两个皇冠 都是离不开大家一个支持的 然后在这的话 还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你说我这个做选手的 突然跑去什么开淘宝店 好像还是可以玩的 其实呢 开淘宝店更多的就是说 在父母或者亲戚的眼里 有算是一个正当的一个职业了 其实有的时候你们都不知道 我生活当中是一个比较逗的一个 也是比较活泼的一个人 有的时候吧 像我们楼下的宝安 或小区的一个管理都是认识我的 因为他们经常会见到啥 见到我经常拿快递出去 要么是收快递 要么是发快递 其实更多的时候并不是说 我是不停的在来寄零食 就是我的零食店的话 是跟人家合作着开的 你想那么大个零食店 你真要放到我家来开的话 你搞砸我算了 然后我小 我家里的一个小区宝安的话 就经常误认为 我是那种零食大亨 其实不然 有的时候我还给他们开玩笑 你们要缺零食的话 有的时候我带下给你们尝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你们也知道吗 我们一般小区的一个宝安呢 都是属于年纪比较大 但是呢 又是幽默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老年人 其实有的时候吧 我真的觉得 跟这些老伯伯 大叔聊天还是非常的开心的 这一把的话 我前期的一个练几点的话 是直接很常规的练家门口的点 然后直接练 我准备本来是要偷一个市场的 在直接练到市场的时候 发现这个点被菲菲抢了以后的话 我断定菲菲是应该回去买药膏 买完药膏以后 往这个商店这儿再练几的 所以我练完市场 卡一个时间点 这一波过去直接抓菲菲练商店的话 十有八九也是可以抓到的 因为毕竟这个五级的一个红胖子 还是皮操作后 耐打的 这的话抓到菲菲练这个五级红胖子 这的话 我这边的话优势就蛮大了哟 我如果能把这个胖子抢下来 回去再随便练一两个点 我就能直接到达一个三级了 菲菲这里的话是看到我抓过来以后 整个人都不好了 调整一下阵型 贴了个药膏以后 一把粉一撒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特别不珍惜粉的一个选手 因为我就感觉吧 你要撒到了就稍微赚一点 撒不到的话 那个还是心理压力是有点大的 这样的话 菲菲是胆子非常的大的 其实我对于菲菲这个选手的一个了解就是说 他胆子大的有的时候是属于 剑胜在前期可以随便死的 这里的话我是抢到了5G的一个红帆子 又打了个纸腰瓶 对于前期来说的话 我真的是优势蛮大了 而且现在看菲菲的一个状况 他的一个状况的话 其实剑胜血量非常少 大级血量也不多 所以对于我来说的话 现在有一个优势 就是说我练家门口的一个点 并不怕对方来烧到 这里一发生的话 是直接把菲菲的一个剑胜给打跑了以后 可以安安心心的 把剩下的这些点全部练完 到达一个三级 但是刚才那一波烧招以后的话 我是对自己的一个战术进行了改变 因为菲菲在夜来偷点的时候 打了一个吼叫卷轴啊 这个东西对于二分塔简直就是神器 你敢这么过去 当着兽主顶着跑到卷轴 在那打的话 我给你说就是属于 你想怎么过去就怎么死回来 所以说我的一个打法的话 这边是先练到三再说 练到三以后再考虑中细一个打法 最后一个二本的话也是快好了 海皮车里也是在说祈祷祈祷 这个菲菲是打一个守护的一个指环王 其实兽主打的那个指环 我真的觉得打UD是最废最废的一个宝 这里话菲菲二发是一个牛哥 然后用了一个单臂的一个 单末房的一个打法 其实这是一个菲菲比较擅长的一个 二本无敌流的一个打法的 这里话菲菲是打了一个头花 装备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我这边的话练完了一个点以后到达了一个三级 现在对于兽主来说就是要加紧时间练一个牛哥的一个等级 牛哥等级练起来以后就好打了 主要练到三的话 他如果防我的二本塔也是有很高的一个胜算的 但是这一把菲菲的一个爆爪率真的是非常的夸张啊 这里就是爆了一个加9的爪子 他健身上有一个加6 那里有一个加9 就等于说我这里有15的一个攻击啊 然后现在Happy在说 我是要去TR还是要干嘛 其实现在的话 我的一个战术并不是要来一个TR了 我是要不停的尽可能的 对吧 另一下棋 因为我这一把的一个战术思路是改过了 这里瑞士直接说了一个啥 可能不是TR 现在你想你打个兽主 你遇到这种带跑小卷轴的兽主的话 你根本不敢轻易的去二本塔的 然后Happy在说 我这一把是因为用的一个四狗开局 所以说百分之百是要塔的 但是瑞士在那说 因为之前的一个比赛里面 按照GWI的那个决赛的话 我是不会缺塔的 因为打GWI的时候 当时跟瓜比达 我是自己研究了一套 二弓之珠中期压制的一个打法 那个打法的话也算是非常不错了 至少是有一定的一个成效的 其实对于UD打兽主的话 我当年研究的是非常非常多 不管是二房之珠升专地 跟兽主打一个持久战 还是二弓之珠跟对方打一个野外战 其实当时的话 我更多就是倾向于不升三本 只要跟那个兽主硬刚就行了 但这一把的话 飞飞的一个打法也是潜而见 他知道我是属于一个压制型的 所以说大技师直接招了六个大技 然后老早就直接把这个二弓给提了 其实从现在来看的话 我的一个战术是已经是被飞飞属于磕碎碰到枕头 他是刚好王克了一下的 其实我现在这套打法的话 更多的是倾向于对方二本开矿 然后打一波人口的一个时间差 然后利用我的一个两弓的一个蜘蛛 把对方活生的给压死在家里了 这里话飞飞的装备是非常的好 爪子是直接给了剑胜 哇了个去 三个爪子在炒 这个真的是要打死人的 不过你要知道剑胜爪子一旦带的多 很容易被人家给打死的 现在的话我的一个部队看到飞飞没有开矿 其实我对现在对于我来说我有点着急 我当心里想着这个节奏跟我想的这点不对了 这里又是打了一本大黄书 所以有的时候吧 走错路了 但是惊喜跟那个意外惊喜呢 还是会来一点的 飞飞这一波的话是直接准备主动过来抓我一波 其实现在的话我觉得我有实力跟飞飞一战 这的话调整一下阵型 我要背靠商店来打 这里看到飞飞的一个部队以后 赶紧的说到商店这里来 我们要抱着商店然后来干一波 这的话是直接买了个裙补 然后我这里又准备买一个裙房 但是happy在这说牛头已经到三级了 这里叫我TP 但是我就觉得吧 我可以打 这里一个牛哥一踩 踩了我六个日出 我所有的一个输出 直接是全部停下来了 健身这里加了一个吼叫卷车以后 输出已经加了35那么多 现在的话 扛我任何一个单位 都是属于刀刀剑血 刀刀剑肉 其实这里的话 我是属于打的有点不理智 连令在旁边来说加油打 加油打 现在对于飞飞的话 就是属于让飞飞下手狠一点 因为打到现在为止 我还没有用TP的话 就等于说这一波我是不打算走了 我要刚到这个兽术不敢打为止 不过呢 有的时候你不得不在现实 不得不跟现实低头啊 这个两攻的大气 加上那个吼叫加群防以后 简直是肉到不行 而且现在的话 一个健身的输出 简直是要了我的小命 一个一起跳皮就能跳一把二的血 可想而知 这里加选择一开的话 继续在追我的一个部队 其实现在这一波打输了以后 当时我在想 妈呀我干嘛要跟飞飞打一波 就这一波决战呢 他吼咆哮的同时 我应该就TP了呀 毕竟现在飞飞的话 刚才打的那一波的时候 是没有开矿 而现在打完了这一波开矿的话 就等于说 我没有更多的一个部队跟一个精力 去找飞飞打一波决战了 现在的话飞飞在外面是大获全胜以后 这个大气的数量简直是茫茫的多呀 他的一个攻防已经提到了一个二攻一防 而我的一个蜘蛛的话 现在是一个二攻 其实现在对于我来说的话 节奏就只能是慢慢的往后期拖了 因为打牛头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像EI这个地图 无敌是比较少 还是有机会翻盘的 所以我现在是要调整一下 我的一个战略思路了 中期跟兽朱银刚 但是你碰到飞飞这种操作型 又是属于喜欢刚中期的一个选手的话 真的是被打得嘴都快歪了呀 现在的话飞飞是健身是不停在跟着我 看着这一个五级的一个宝 会不会被他抢到 这一把粉一撒 但是飞飞是直接是 抢到了宝跟经验 直接是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其实有的时候遇上剑胜这种东西 还真的是比较烦的 这个剑胜的话是顶起了一个粉 然后看着我的所有的部队 开启疾风部就跑了 现在牛哥又是到场了 刚才一个剑胜就够我吃一壶了 现在有跑一个牛哥过来的 真的是要我老命三千的 一个疾风部是砍死了 我一个是说 剑胜这里是升到一个四级了 其实从现在的一个局势来看的话 我是相当的被动 我这里的话等起三本好了 我也再等很多的一个东西 现在这一把我是准备出一个新生渊 然后再转移我冰龙了 毕竟打牛头的时候 唯独打烈士局 你要翻盘的话就只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冰龙 另外一个就是女瑶 但这一把的话 我是不敢选择女瑶了 因为现在对于兽主来说的话 他有矿在那 我要等女瑶肯定是要等到一个大后期 而飞飞的话现在是准备把我家门口的点全部扫完 像剑胜也是在侦查我的一个部队 球在手 但是呢 就是属于无法下手了呀 现在我的一个部队是非常的痴情 而且这一把飞飞是没有用白牛的 其实兽主用白牛 往往你的一波毁灭能打出一波 惊天逆转的一个优势 但是一旦兽主不用白牛 而是把白牛的钱变成攻防的一个东西的话 你会发现兽主的一个部队又硬输出又高 简直有点吃不消了 现在的话一个库龙是看到了兽主的一个疯狂 刚刚造好 说这一波的话 我是带起全家老小 准备找飞飞干一波决战了 现在的话 那个 HAPPY在说 不要打到那个什么 魔法盘还好这里是打了一个回二的一个戒指 其实从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优点还真的是非常非常团结一心的 毕竟对抗外敌的话 真的是什么东西都往自己脸上来贴金了 现在的话 我的一个部队是直接朝飞飞的一个疯狂走过去 但是呢 现在飞飞是直接不打算跟我打一波决战 手持有TP 然后这一波的一个狼旗 还有二攻的话 这一波我的一个基地十拿九稳了 现在HAPPY在说 UD的一个家里是要爆了 现在我是没有TP的呀 我这一波是只能是跟对方来一个换家了 但飞飞这一波拆家的一个输入简直快得有点离谱 你想 这里牛哥的一个光环配合二攻的一个狼旗 这一个拆基地简直是爆炸了 我们买了个TP以后 准备跟大部队会合 但是从现在来看的话 基地是直接被打爆了 然后我们这边也知道我要game over了 你想如果我现在再跑回去的话 我家里估计已经被对方给打了个七零八落了 所以我这里话也是不挣扎了 给自己一个机器的理由吧 飞飞这一把的话打的是非常非常的机智 从前期来说 他偷了那个蓝胖子的一个宝以后 就直接把我二本塔给封杀掉了 所以说这一把的话 他也是知道我喜欢二本塔 所以说也是没有开矿 直接升级了自己的一个二攻一防的一个大吉加狼旗 现在打这种打法的话 一定要规避中期跟兽主打一波决战的 因为兽主是把中期开矿和升三本的一个资源 全部用在升大吉的一个攻防上了 所以人家都是把矛给磨尖的 你要跟人家对捅的话 你绝对连掉被人家给打歪的 好 这一把的话是输掉了以后 有点愚昧了 是吧 打飞飞本来是前期还是有一点小优势的 但是呢 中间那里顶着袍小家群防那一波一打 直接把我打得整个人都不好了以后 我知道这一把我是周远了 虽然这场比赛的话 我们接下的一个选手是由嗨皮登场了 嗨皮打飞飞 那个真的又是操作对刚了 其实飞飞这个选手一旦手打热了以后 绝对是操作有点亮的那种 像刚才那一波商店的一个决战的话 飞飞拉红血的一个兵 拉的是非常牛逼的 不过还是说我不够冷静 其实反观看这场比赛的一个录像的话 飞飞吼了一个咆哮跟加了一个群防以后 那一波直接TP了 然后等着三本好了 然后等着毁灭三胸出来以后 再跟瘦数打一波决战 瘦数就不好打了 因为我有部队的一个那个 有部队的一个数量跟质量 然后呢 瘦数证明又没有三本 又没有开二本的一个框 你当框哪当框的话 我三本打点二本 然后部队我也有 硬钢正面 我还是有一个那个胜算的 说说有的时候 打完了以后 看录像就能总结出很多东西 比如说我脑子发热声的 就是这样的 好 这场比赛输了以后的话 瘦数证明是以2比1的一个 比分领先于UD 但是呢 下一场我们派出了 俄罗斯战斗民族的大将 Happy来对抗威威 下一场比赛的话 又是一个火星撞地球的一个比赛 好 今天这场比赛的话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 希望大家喜欢 在结尾的同时呢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的一个 淘宝点 吃货 淘宝点 欢迎同学们的光临 你们的光临 就是我最大的一个动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同学们 拜拜 拜拜